全动法的争议民建党急了吗 周玉寇摇头说小心2024灭顶 这是周玉寇她的脸书发文说 律伟跟相关的单位回应太过软弱了 她认为国民党员还有同路线的媒体 拿全动法来做文章 制造娃娃冰上正常的谣言 民营党立委跟国防部跟教育部回应软弱 再拖下去小心2024会灭顶 这是周玉寇她的一个看法 不过当然总统釜发文人也罕见的 自露露脸来做一个常青 看起来似乎有很多话想要来做一个常青 很多网友说民营党是不是急了 急了再灭火呢 亮哥就说陈建仁你不要再背黑锅了 你会留下历史的骂名 因为这回陈建仁宴请了律伟 全动法当然变成焦点了 那来看一下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怎么说 他认为就是前置言论自由 还要准备动员16岁以上的学生 这两条让人恐慌的条文 绝对不能让他来通过 那当然另外一条绿营则说要继续沟通 避免误区避免误解 那徐炒新则是认为了 旧法的精神动员改教育动员 改这两个字就可以扩大解读了 可能从学校征召就上战场吗 这是徐炒新他的一个质疑 那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赴研究员 接种则是表示说 修正草案在对中共武力犯台战争 场景的设定跟现实 严重脱节啊 还停留在二次大战抗战时期 好 不过这回国防部所公告的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修正草案 内容不止是管制了媒体 还要求16岁以上青年上战场 等等的一些争议 那根据了民主文教基金会 所做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 有47%民众认为 美国介入两岸不利台湾 61%的民众认为 亲美和中不选边最有利 而台大政策教授佐振东 他就直言了 民众之所以会怀疑美国 民进党要负责 立委陈玉珍也批评 全动法如果执行 那就向回到过去的军管时代 另外立委赖世保也呛响民进党说 已经开始打抗中保台2.0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哀轰管制媒体 还要青年加入后备战力 这让立委陈玉珍 想到当年比戒严还早的军管时代 就怕失去言论自由跟行动自由 根据民主文教基金会 委托埃普罗公司所做的最新民调 不管相信美国还是以美 有高达百分之八二七点二 臺灣人言论自由都应该被保障 不想要被恐吓 表示政府行作战争恐惧 但为什么没有告诉国人如何避战 但是这个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避战 真的把两岸和平做好 那不要陷入这个美中强权之间 为了他们争夺 世界第一强权 造成台风金马的整个台海地区的这个危险 全动法哀轰制造战争恐慌 打的是抗中保台主意 不过最新民调也显示 有六成一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要亲美和中 不选边 仅有两成二是选择亲美反中 民众就怕政治交流能解决的问题 最后沦为流血冲突 以及不对等关系 对如果我们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信心不足 最需要负责任的是民进党政府 很大程度是因为民进党的这种不透明的操作方式 有很明显的党派偏差 有很明显的党派偏见 甚至说它的跟美国关系的处理 是在服务于民进党的利益 美国进入两岸问题严不严重 最新民调显示认为严重的民众将近六成 认为进入非常严重的有将近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有点严重百分之三十一点四 倘若只是修法阔绝 没站稳立场保台 甚至还超过六成五的民众 认为美国会为了自身利益 把台湾当成压制大物的工具 说不想要成为强国棋子 也只是空话而已 杰春先以驾驭推广到 好 以美街坊 来看看的是 赖清德就说了 其实不可以让以美论扩大 但是街头大家怎么看 赖清德认为不然对台湾是不利的 但是年轻人怎么说呢 他们说赖清德说这种话 感觉是想要洗脑民众 此时此刻台海局势升温 美国积极地介入两岸的问题 背后目的又是什么 年轻人说美国专门制造纠纷 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想当老大带大家来听听民众的看法 美国积极介入两岸问题 你认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不想要让大陆太强大 应该是这样 就是其实也不是夺爱台湾 只是不想要让大陆太强大而已 应该也是一方面想要当老大吧 就是觉得只手画脚灌了 就是说你去干嘛 你去干嘛 对啊对啊 积极介入两岸美国想干嘛 当老大 美国就是这么积极处理两岸大陆 他很希望我们跟大陆打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利益巨多 因为国跟国之间应该没有什么 真的真心想帮助的那个概念在 台湾应该可以消耗一点中国的武力 跟精力吗 精力 因为那个晶片吧 我觉得这些晶片很重要 所以相对的 美国会来跟我们友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科技业吧 跟科技业有关 美国想要当老大 当核四老 所以他选择就是守护台湾 来压制大陆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有利益的 就会想办法去争取讨好他们 就跟我跟女生之间或男生之间 我是如果为了什么好处 我是不是跟他讨好关系 美国基本上就是靠权衡 世界上各种的 也不是权衡啦 他专门用制造纠纷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嘛 从那个越战开始韩战 然后再加上两岸线的情况 如果稍微能够爬树一下历史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认知 赖清德在此刻却提出 不能让怀疑美国的言论 成为社会共识 否则这样对台湾非常不利 那凭什么 我们一定不为什么要相信美国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有安全感 要有个警戒啦 就是简单来讲是防人自信不可无 就算我们怀疑美国啊 美国还是会来帮我们啊 因为他帮我们就不是真的爱我们 他们只是战略考量 就是通常叫我们不要怀疑什么 不是就代表在洗脑我们吗 就是要说叫我们不要怀疑什么 不是通常就是要洗脑我们 不然是我们的观念 然后说我们不要质疑 其实这样子就很像是洗脑 就是说我不可以怀疑别人说 我不可以怀疑这个人说的话 那做事情都有动机啊 为什么不能怀疑呢 好 所以要政治正确 不可以怀疑美国 我相信了 被洗脑成功 他不想怀疑是他的事啊 我还是会怀疑啊 那他可以拿一点香去拜一拜 看有没有回应这样子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他觉得他是神的话 就拿香拜啊 你说美国吗 对啊 看他会不会理他 或是给他一堆地雷 反正要打仗就是你们嘛 台北关系有真的很好吗 如果真的很好的话 然后美国这么伟大 为什么不跟我们建交 这不是最简单的吗 就是逻辑就是有问题啊 这种东西已经玩了那么久了 还没玩够吗 选举又要到了吗 我们不能真的是 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都要各自自己的想法 年轻人认为 美国对台湾就是充满利益考量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